What's the beatbox that ain't got? 哈囉大家好 我是Echo 歡迎回到我的 beatbox 第週一教學 跟我學 beatbox 不走人往路 學會的 beatbox 別人好羨慕 今天要教大家什麼樣的東西呢? 就是呼吸技巧 呼吸技巧在 beatbox 裡面非常重要 那這個呼吸節奏 最早在1980年代 從一個饒舌的 beatbox 團體 叫 Fat Boys 是他們的原創節奏喔 我來示範一次 很帥吧? 我一直想要教給大家這個東西 是因為它很代表 human beatbox 在 beatbox 裡面就是 你用人聲去做節奏 去模仿各種聲音音效 但是用這個人本身的呼吸嘴唇這種運用 它可以用得那麼淋淋靜置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喜歡 所以我一直想要推薦給大家 然後在做這個呼吸節奏的技巧 當你學會的時候 你可以一直無限的做 beatbox 也就不會那麼容易累 或是容易喘 因為你一直有一個呼吸的tempo去調配 這個聲音怎麼做呢? 正常的呼吸 吸 可是用嘴巴 吸 吐 全部都是一吸一吐 一吸一吐 一吸一吐 當你不急不徐 做得很順的時候 會慢慢的 慢慢的加快 然後基本上這個很像一個順口6 當你自己還不習慣 一定會是 有點 卡卡的啊 那做不順 那當你練順了就是 就會越來越快 然後進入一個 可以融入節奏的感覺 那我們加入節奏的時候 我們大鼓 也等於是吐的 這個聲音 就是 可以去做替換 然後小鼓也是 它是吐的 所以在做這個節奏 吐的聲音 都是換成這個聲音 大鼓啊 小鼓 這樣子做 那我來示範一次這個節奏 怎麼運用 這個節奏總共有四種不同的聲音 一個是 大鼓 正唇鼓 還有呼吸 好 PF小鼓 我來示範一次這個慢版的節奏 我來做一次正常的速度 搭配節拍器 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這支影片或是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我是Echo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見囉